Hello,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萧然 今天主要是想去跟你聊一聊关于2021年的音频行业的现状以及未来的一个预测 就是未来的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年想要去购买生卡的话 大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走向 我简单的来预测一下 然后首先说一下再三 先说一下大前提 就是本期视频并没有经售过厂商一秒钱的赞助 然后以下均为本人的主观预测 在2021年的刚开年的过了二十多天之后 你会发现关于这个生卡这个圈子 其实是有一点点格局上的改变 相对于来讲的话 各家的厂商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火热的一个备战的一个状态当中 原因就是因为Audint正式的入驻到了这个直播行列里边来 Audint新发布的ID4和ID14是可以支持直播的 对于原有的一个直播的一个生卡品牌 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 相对来讲的话 多多少少也是一个冲击 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 其实从我个人观点上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如果说你想去直播想去唱歌 想去网络可以歌或各种各样的一个选择 你的可选面的话要比原来要大一点点 但是呢 今年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走势 说实话 我个人的观点 我的一个看法就是今年的行情呢 肯定是还会有这些 比如说原有是录音的产品的一些品牌的这个厂商 还有这种就是纯录音的一些生卡的一个厂商 还有这些硬件的这些品牌 会陆陆续续的进驻到这个直播行业里边来 也就是说Audint绝对不是最后一个进入到直播行业里边来 另外的话 你也如果说关注最近的一个新闻的话 你也看到了关于领阳的话 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直播行业这个圈的里边来 对吧 各家的话基本都是奔着直播这个行业 现在就已经一股脑了 现在基本就是都想扎下去水 原因就是因为国内对于直播生卡的这个需求量 其实还算是蛮大的 另外的话 之前的话 还有的一个调研机构啊 之前发布过一个关于直播生卡的一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 初级的这样的一个调查 在2020年的11月份 还是12月份 我记不清了啊 发布过这样的一个调研报告 也就是说未来的话 直播的这个生卡的市场还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OK的一个市场 当然你也可以看到入住的厂牌越来越多 领阳想要去入住 奥丁的想要去入住 然后即将发布的这个黑师的这个厂商也想要去做这种直播生卡 对于消费者而言可选的面大了 但是对原有的一些直播生卡的一些品牌具体品牌我就不举例子的了啊 相信你能够理解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本期视频并没有经受过厂商赞助 首先说一下如果说对于这些新入住的这些录音厂商的这个产品 首先你的市场的份额原有是有一定的一个硬件方面的这个技术积累 对于消费者的选购而言的话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你能够意味着花更少的钱选到比较OK的一个产品 对于原先去做这些直播产品的这个厂商啊 今年实际上相对于来讲的话 也算作为是一个挑战 说实话啊 慢慢的话 今年如果说让我去预测的话 原有这些做直播厂商的 要么你就去开发新的技术 开发新的就是功能 就比如说你的深卡的一个应用拓展性方面 包括你像应用在各种各样的一个使用环 环境方面啊 更加的去深深耕一下 去拓展一下这方面的一个地方啊 另外的话 另外的一个角度 对于原有的一个厂商啊 要么你就今年 你就可以去打一些比较有性价比的东西 这对于今年而讲的话 无论他是怎么去做 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 都是一件比较不错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我对于消费者的一个观点 就是建议吧 今年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想去购买 所谓的这些直播升卡的话 如果说当你不是很着急的情况下的话 我建议你的选择就是再等一等 因为肯定啊 灵阳和奥迪特这两个 这两个绝对不是啊 最后一个入住直播产品的一个厂商 肯定未来的话还会有别的厂商 对吧 之前的话啊 我有拿到过别的厂商的这个玩的这个样子 对吧 这个我我也已经摸过了啊 另外的一个厂商的 如果说你有关注过我动态的话 你也应该清楚我说的是哪个 对吧 当然也不会仅仅是只有这三家厂商会慢慢下水 慢慢的 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厂商会去下水 如果说你是今年年初想去啊 就过年之前吧 你想去购买这些产品的话 如果当你真的不是很着急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再冷静观望一阵 建议观望到什么情况下呢 就是在2021年的年终的也就是说差不多的七七八月份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看 我估计啊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厂商入住到这种纯录音声卡 能够去进行直播的这个这个行列当中来 原有呢 我们是做这种纯录音声卡的 然后现在啊 能够去做这些直播的这个这个圈的里边来 但换句话来讲 还是回归到最冷静的那一句话里边 一分价钱一分货 不要去想着去啊 我花我花更更少的钱啊 能能能换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 更少的钱实际上怎么说呢 在今年而讲的话 实际上你是能够比啊 平常的没有这种厂商进驻的情况下 要去买到更好一点点的产品 但是不要想着老想着啊 说我花一千多块钱的东西啊 能不能打个两三千三四千的这个东西啊 说实话 三四千的这个 如果说都是正经厂商的一个情况下 实际上你是打不过的 还是那句话 这些东西还是在遵循着一个原则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不要去想着去搞一个大事情 但是你就像装机圈的里边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 等等党的胜利对吧 等一等总是没有问题的啊 因为对吧 这个慢慢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厂商 再去入住到这个圈子里边去进来 建议你呢 今年再去观望观望 持币啊 想去购买这些设备的人呢 建议你再去冷静的观望一下 仅仅是观望一下 而不是说观望到2022年的1月份啊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观望到差不多年中的话 我相信你可选的产品的话 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的预测就是这样 那么对于今年的这个状况呢 对于你像传统这种直播的产品的厂商 是一个挑战 当然也是一个机会 机会呢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把手去伸 伸向更加下潜的一些用户 比如说你像 比如说我金庚细作 我专职去做某一个小小小的区域的一个方面 咱就比如说咱就举个例子 可能说啊 到最后某一个厂商的产品的话 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啊 我既能够去支持电脑直播 我又能够去支持手机直播 对吧 然后我什么都可以 然后价钱的话 我又非常的合理 那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 那这个事情就是非常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了 对吧 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建议你先观望一阵 而不要去像别人的所谓的这个带货视频 啊 我一说这个像 那就马上就去冲过去买 我建议你还是多观望走 没错啊 因为毕竟钱花的是你自己的钱 懂吧 你要注意 你要买东西的话 钱花的肯定是你的钱 我建议你还是相对来讲的话 要去多观望观望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的预测而讲的话 以后慢慢的关于直播升卡呀 还有录音的升卡的话 它的这个界限 其实会慢慢的变小一些 而不会像现在啊 我这个厂牌拎出来的 我全系的产品啊 都是那个直播的啊 我这个全系的产品都是录音的 对于原有的 对于原有的这些直播的厂牌 其实还有另外的一条路走 就是我提升我的整体的这个硬件的这个素质的这个实力啊 继续往上走一走 能够去博得一些所谓的这个中高端的用户的一个需求 对吧 而不是所谓的去搞一个噱头 搞一个大事情去来给你去怎么怎么样 对吧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但是无论它是怎么样去发展 最后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 终归是一件好事情 啊 2021年呢 我也我也相信啊 是对于传统的这个这个直播的这个圈子里边更是一个一个比较OK的一个挑战啊 准确来说其实是不是机遇了 是挑战 但是挑战呢 肯定是俗话说的好嘛 复巢之下焉有完卵 也就是说肯定是会有一些厂商会去进行杀出来 等到你差不多年中的时候 我建议你啊 现在大热的品牌 无论是哪个品牌也好 我建议你还是再去观望观望 而不是持币直接冲进去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 然后呢 相对于来讲 在买东西的时候多去冷静冷静 多去考虑考虑 OK 这个东西我是否是真的需要这个功能 或者说我想去买的这个东西里边的一个东西的主要功能 是不是我要去用到的功能 而所谓的原有的提升一点点的这个东西 我能不能感受得到 这个东西你要好好的想清楚 无论是你想要去买啊 所谓的这个录音产品啊 还是直播产品也好 我并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建议说啊 你就要去买这个这个那个啊 可能说会在会在 如果说你要是说所谓的这个建议 可能说啊 我开箱的某一些产品里边我会去讲一讲 但是换句话来讲 这个建议呢 肯定是没有现在跟你俩聊的这个东西实在 对吧 这个东西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因为情况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你是消费者的话 我相信你现在的这个行情 建议你还是要更加的冷静 更加的沉着 更加的怎么说呢 就是稳定一点 不要去想着啊 这个这个人家谁谁谁都说 这个这个想的我就要去冲过去 就要搞了啊 不是这样的道理 如果你还是要回归到本质上的一个问题 第一点我到底是否这个东西的功能 是不是我我要去用到的这个功能 另外这个东西对于我现有的是不是和我的这个现有的一个预算 这个东西考虑清楚之后 然后你再去持币再去入场 对于2021年年初的话 实际上如果说你真的不着急的情况下 我真的是不建议你在年初就开始进行买设备 怎么说呢 年初的话实际上对于一个新的一年来讲的话 局势什么的都不是很明朗 建议你还是要去再去观望观望 再去看一看 等到差不多年中啊 或者是或者是差不多后半年了之后 局势慢慢的明朗之后 你再做决定也不迟 当然如果说你要是说着急用 那这个事情呢就讲不了了 对吧 逮着什么 那咱就是去摸什么 对吧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反正还是那句话牵在你手里 对吧 还是看你个人 然后另外的话 今年肯定无论是哪方面来讲的话 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 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年份吧 相对来讲的话 对于原有的一些市场 肯定是会有一些一些年余 进入到这个这个市场里边 去把原有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规则呀 一些条条框框去打破 说实话 我作为商家的话 我还算得上是比较 比较去喜欢看到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就像举个例子 你就像RME嘛 你别人也问高端升卡有啥 原来高端直播升卡有啥 原来就是有RME 现在的话 如果说对于商家而言的话 有更更加多的产品去进行推广了 更加多的东西可以去告诉你啊 这个这个OK 那个那个也OK 对吧 然后这这样的话 它的定位 它的价格也是不同的 然后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去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而不是像像原有的一些情况下 给你的选择面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是比较少的 这个东西就要去看你自己了 我觉得对于市场 整个市场而言的话 是一件好事 但是对于原有一些不思进取啊 只知道 只知道所谓的啊 对吧 凑合凑合 换句话来讲 说的比较难听一点 拿消费者当傻子的厂商来讲的话 那肯定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对吧 相对于来讲 对于原有的一些真正的 全都是在去做直播的厂商 我的建议啊 就是提升提升自己的硬实力 而不是在去意味的在去吃老本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另外如果说你吃不了老本了 那你就要去想一想 对吧 格局啊 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格局 而且的话 你今年的变动肯定是会比较大一些的 对于整个录音产品的这个市场 换句话来讲 三四千的市场变动会不会很大 我觉得不会 因为毕竟相对来讲的话 消费者的群体是没有那么大 对吧 一千来块钱的话 买的人比较多 换句话来讲 行业内真正拿这个东西 我想去买个东西 我天天拿这个东西 去真正的去做一些行业内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分柜啊 或者是做一些比较专业性的事情 他不会去想着说啊 我花我花一两千块钱 那是不是能够搞得定 对吧 矿泉而言 对于真正的专业用户来讲的话 他原本的素养就会比较多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的话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去看特别特别多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带货视频 对吧 因为带货视频 爹说爹有理 妈说妈有理 换句话来讲 很多视频 对吧 我也没有办法就跟你说的特别细啊 点到为止 传统功夫嘛 点到为止 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吧 咱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今年来讲的话 无论是从什么角度上来讲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可选面 非常多的一个市场 然后呢 我当你在去购买的时候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新出来的一些产品 但是请注意 新出来的产品 请给几个月的时间 不要去 比如说这个月出来 我这个月就去买 我建议你是新出来的一些产品 多给新出来的一些产品 一点点 几回多给新出来的一些产品 一点点时间 看看后续的反响怎么样 然后再考虑是否需要去入场 然后换句话来讲的话 就是你一定要明白 我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以及我能够花多少钱 能够办到的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啊 我原本一千多块钱升卡 就能够办到的事情来讲 听了这个 听了爹说有理 妈说有理 然后到最后加价 加到三四钱 对吧 就像之前的那个段子 段子说的 对吧 三千块钱进图吧 学校对面开网吧 三千块钱进卡吧 价钱加到八万吧 对吧 你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换句话来讲 看好你自己的预算 看好你自己的钱包 好了 本期视频的话 就是这样 还是劝各位 相对来讲的话 要冷静客观一些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拜拜